那我今天就是講一下 我們這個演講的背景 就是說現在 Bomber Than Ever 就是英文是很重要 也是我們的國安神奇 我們英文不好 我們做生意就會有問題 然後我們跟外國人溝通 也會有一些什麼不好 會完善的地方 所以英文是非常重要 那我是來自新華大學 所以我在這方面的貢獻 就是我們開發的一些工具 看看對這個事情 會不會有什麼幫助 那我今天就是 從幾個點來講 第一個就是我 閱讀 當然閱讀大概是 原學型裡面 蠻重要的一部分 但很通常的時候 就是 閱讀為開始 當然也有很多選擇說 應該是說跟聽 應該從那裡開始比較好 But 我們裡面也有一些聽的 還有說的 設計在裡面 那再來就是搜尋 大家都是這個 Google 這個國家的國民 Google的使用者 應該是世界上很大的一個國家 那 通常我們在搜尋諮詢 但是假如我們要搜尋 語言有關的資訊 那該怎麼做 那我自己先 破梗 就是 Google 唯一是搜尋語言 就是最好的工具 那 請聽我說 有沒有其他更好的工具 這是 其實我這樣講的 就是我們的 為了語言學習所設計的工具 叫做Lingo 我來介紹給大家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 寫作工具 當然寫作工具 現在大家是 大家認為是 是 AI 或者是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的 Killer Lab 就是一個 殺手機的一個 工具 的應用 那我們也 跟事實上很多 研究機構一樣 我們也投入了這樣的研究 然後有一些 結果 可以介紹給大家 另外一個 是比較特別的 就是叫做 反向詞典 這個順序稍微有點不一樣 我會把在那個 搜尋的地方 來介紹 就是 那我們的 Branding 我們的Brand name 叫做 SenseNet 那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說 當然 很傳統 就是要有好的課程 要 這個是吳宥自己 郝大老師 好的這個設計 但是從我的角度來看 我是覺得要有資料 就是 語言是一個 不像術學 就是一些原理 語言是其實 很多講不清楚的現象 是透過資料是最好的 另外呢 就是 老師的時間 非常有限 所以我們要透過軟體 讓同學可以自助 自學 自主編輯 這是我的主張 我的信仰 那我這邊今天來分享 我的一些經驗給大家 那我們在清華大學 有一個叫自然雲 處理實驗室 NMP Line 其實已經做了 方面的動作很久了 那這邊是一個高中的 學生幫我們畫的一個示範圖 所以我們有點像在做字典 我們有點像在做旅遊英文 然後這個 我們可以Level Up 就是你寫的程度比較低 我們想要把它提升 等等 然後我們可以做測驗 今天不會講到測驗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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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娃娃機 就是抓起來 就是一個工具 就是我們的工具 今天我不會講那麼多 我今天只會聽眾 在三個地方來講 那這裡是一個網 網址的速差表 因為我常常也會忘記 我們有一些 是已經commercialized 所以它有一個固定的一個網址 像Lingo.com 已經服務十年了 然後現在有一個 一個收費的版本 它是有比較好的功能 Lingo Search Lingo Right Lingo Right 目前是一個Prototype 那我也把網址放在這裡 但是沒有Garity 那個Service 可能太多人用的話 就很慢 那目前我們是在跟新竹高中 來合作 給它做壓力測試 反向詞典 這應該是比較簡單的東西 大概隨時Access 都會有適當的服務水準 今天我就講這幾個 好 那我就稍微講一下 9月20號 我們跟陽明交大所做的一個活動 那就由新竹高中大老師 蕭若熙來介紹 其實我自己介紹 你為什麼要自己講 別人會講得比你更好 這就是一個例子 那各位可以掃瞄這個 QR Code 他就有一個講音 他是Word的檔案 他就會詳細地講這個 蕭老師的操作 他基本上都把它操作一點 那等一下我請我們的同學 來協助我們 也各位實際地來看一下 那另外這個 這個軟體是 Browser-based 所以你在Browser 打開Browser 我們建議是用 然後呢 閱讀的時候呢 你就把內容貼在上面 然後或者說 你的內容是在一個網頁上面 就把網址貼在上面 然後就開始操作 那另外有一個呢 是比較方便的 我們叫Lingo Booster 就是會讓它快一點 就是你看這一個網頁 然後你按一個 Chrome的Add-In 那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 省掉很多的 pilotase 然後可以 所以我們叫Lingo Booster 你到Chrome的Store 就可以下載 免費了 好 那這個就是 我們去的那個班級 是教育心理學 那 宋科老師是 這一個 030 OK 所以他的構想就是說 他有很多的 他有一本教科書 那其實要閱讀的內容很多 然後還有幾篇 在這個學期裡面 要使用這個內容 那一向我們知道 學生閱讀論文的時候 有很多的生字 還有數語 還有很多的障礙存在 那我們 他看到這個工具 可以第一個就是解釋單字 那降低那個單字 不夠人的時候的障礙 另外一個是數語 可以查回基板科 那另外一個就是可以用金的 那所以就來這個客人來介紹 讓這個客人來試驗一下 這工具會不會幫得上忙 那 當然我們這個時候 我們就是安排完全都是免費的 OK 來看看大家試驗一下 這是那一天 這是那一天 在這個 美麗的 楊平教大校園 一個教師上課的情形 那 各位左手邊看到就是蕭老師 蕭老師剛剛從這個研究所 所以他回去 介紹給學弟們 這樣 OK 好 這邊是很多人 那我們今天就 用操作的方式來 體驗一下 就是當天介紹的事情 那那個 各位要看那個文字的 敘述的話 在那個 去往後那邊 念過去就是 那我現在請那個 同學 你去來幫我操作 OK 好 那就我來講的話 就是每天來講的話 我會現在 這一個 update 看到 紐約時報的 一個 Breathing Your Monday Breathing 那這個 紐約時報的 news data 是有 有這一個 有很多個 很多個news data 其中一個 我常看的是 The Morning The Morning 是一個非常好的 news data 我也是建議大家 可以上網去subscribe 那 那 紐約時報其實很酷 那 我在紐約待過 就是要看 看完一半的報紙 特別是對那個 non-made speaker 是要花很多時間 但是 Breathing的話 就很快 然後 也比較 有趣的內容 然後呢 用字也不再簡單 那 紐約時報就是 專門一個editor 還編這一個 Breathing 並不是像很多出版品 它就隨便 剪一剪就好了 它是一個證 像是一個 像是一個 報紙的特別 feature 去變 而且完全都免費 OK 那我從這邊呢 打開 OK 打開我的email 然後 我們就看到 然後當然我也可以看到 很多報告 然後呢 這時候呢 這個地方有一個叫 view-in-browser OK 你可以到view-in-browser 然後我們一click 這個 你原來的email 有看的這個 這個內容 就在browser上面看 那在browser上面呢 就比較方便 我們讓它進入 Lingo OK 那這個時候呢 我已經裝好的這個 Lingo Booster 所以在這個 右上角那邊 你看到一個火箭 火箭會劍氣 所以你就click OK 那你就馬上進到了 Lingo 那我算是有subscribe OK 當然 我們是開發的人 所以我們 We got to use for free OK 那現在的這個 User呢 是需要付一筆錢 來使用 那目前我們大概有 一千個 Well 接近一千個使用者 他們一個人 很少會有 來使用 那假如各位還沒有 還沒有 只是想要了解一下 是可以用 你就 它會讓你那個 登錄 要不要登錄 你有嗎 登錄或不登錄都可以試用 OK 登錄或不登錄都可以試用 然後 就會看到比較少的mail 那你就可以了解一下 它的 Functionality 它大概有什麼功能 那我們現在是一個subscribe 來看 然後就會看到整個的內容 OK 那 就是 標題 然後 這個 內容 我們本來是沒有圖片 但是後來 我們 合作的英文老師說 留下圖片 比較好 所以我們把圖片也留下來 好 然後 這樣子 然後呢 就可以稍微 click一下 比如說 Controversy OK 就可以看到一個簡單的 我們說這是解釋 而不是翻譯 OK 就會看一下上下文 然後決定哪一個解釋 比較好 目前是用中文來解釋 但是也應該要有一個 英文的解釋 就是有點像 英文 那這裡我們是用 建橋的資料 建橋的Tambury Dictionary 來開發這個東西 OK 在下面有一個 Usage 這個地方 墊下去 這個部分比較像是 我們自己開發的 OK 那 這邊就有 這個 Collocation Pattern 就是說 蛋會有形容詞 OK 然後會有 介信紙片 可能是一個 物詞性的 等等 OK OK 然後有 例句 然後例句呢 這個沒有有一個 有一個耳機 是可以點下去 可以發音 是可以按一下 看看 some facts in the controversy are clear 好 顯然這不是人的聲音 這是機器的聲音 但是現在已經 也 品質來講也是 還不錯 可以變換成不同的 男生女生 然後等等 速度可以放得快 放得慢 那我們來點一下 這個SETTING SETTING這個地方 OK 身體這個地方就是有一些英文或中文 這個同樣的Reader也可以讀中文 所以對於外國人要學華語的話 這也是可以用的工具 然後呢 這個詞彙 這個是介面要用中文或者用英文來解釋 那他自己會偵測這個內容是中文的英文 所以就會有中文或英文的功能 那這個Level 這個對於我們現在要做這個提升 學生的英文雙語能力 這是很重要的 現在大概大家覺得說 B1的學生太多了 我們希望把他送到B2去 所以我們就可以來看這個東西 但是我們現在設計我覺得有點不太好 這是ABC3級 所以B1、B2放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應該國家改一下 就是A B1、B2C OK 可能是比較好 那另外有那個大法頭型的1到6 等等 然後4K、7K 那另外還有一個還蠻不錯的 我覺得是Negademic Keywords 或者是我們要在大學裡面的話 應該是武力學生要匯這一個Keyword 然後當然有AWL 但是我個子比較偏好AKL 那這個Speech setting也有這樣 有中文也有英文 那我們回去 那這個尾部是我們跟西蘇高東老師 一起設計出來的 那可以往上拉一下 對 可以看 看到其實整個 整個newsletter的內容都已經在裡面 當然這newsletter本身也是不用費用的 當然這newsletter本身也是不用費用的 然後他也沒有 好像也沒有landing page 很多的那個免費內容 他會跳出來一個說 輕力subscribe 我們目前的這個lingo read 他是可以跳過這些blocks 但是有些不能跳過 當然這裡面還有一些灰色替代 但是我們這樣做到底是不是另一種 我們今天中午有跟一位 來到科法系的同學店面 我們請他幫我們研究一下 就是怎樣做才是 才是有合乎法醫的規範 大概是這樣 我只介紹一下上面的level 他們這個level ABC還有C plus 就是你click的話 他會有點hit 就是哪些字是落在那一個level 那你就可以notice 你可以注意一下這些字 看看你是不是有不懂 然後呢 就可以來study這些目標字 比如說我們假如是以目A B2 做為學習目標的話 那我們每次是click一下B2 然後看一看 是不是懂 不懂的話 趕快 那當然有很多很多的feature 應該要做 比如說你可以自己有個 personal vocabulary list 然後那個delay and repeat 的這種review 什麼等等 那我們現在都還沒有那些 但是那些意見又很難可以做 這樣子 那這裡有個retrain 然後就回到原來的網址 然後這個你要 你實際上可以打到那個東西 然後假如你是iPhone的這個 你可以scan 就是這裡有一些英文或中文 可以scan一下 然後就會進到剛剛的 Lingo或者是Lingo Read 就是這裡的內容 你覺得是比較專業的話 或者是人事實地物啊 或者是這個 你不懂的這些prime knowledge 你就可以在這邊查 那我們之前的一個版本是 我們會自動 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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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字是在圍幾百科 然後我們也有用 那我們中間做了一個決定 說先不要這樣子 因為怕干擾到這個第一個功能 但是我們跟那個 林三五老師討論 就覺得說 那個在大學裡面的 一個學科的 使用英文的 讀本來講話 那個法文是很重要的 所以 我們等一下法變成option 就是你可以完全不要提示 Wikipedia的entry 或者是 always mark 跟著highlight Wikipedia的entry 然後 另外還有一個 我就不講 就是這個東西 還可以跟另外一個搜尋功能 結合起來 可以在這個裡面 做一個 Linguistic search 這個字 有些什麼 片語啊 逆句啊 可以在這個第三個地方 來 來進行 時間關於 我們現在就 跳過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還沒有做得非常好 我今天 現在就不講 好 那我們就 移開這個demo 大家有沒有問題 請說 我現在在信用 結果我先打個單字 就沒有結果出來 好 我們應該有一個人 在這邊 幫忙 在這裡 對 哦 那 那 你知道 你是Pyder 看一下 OK 好 Econvary 是一個 Linium algebra 的一個 Term 所以他在那個 普通的Learning 是沒有Econvary 所以剛剛這位 老師嘛 對 就沒有 OK 你機管成功了 就是說 這個 這個 我會有 Linitation 但是 Econvary 我覺得應該是在 估計畢來是有 然後有時候 到底是一個字 還是兩個字 有時候 可能要分成兩個字 還是怎麼樣 當然這不是Suse 應該說 你倒錯 我們還是倒不起來 對 不然 這個是 現在是有些Linitation OK 好 那我就回來 回來投影片的部分 來繼續講 看你能不能把他講完 OK 可以嗎 OK OK 好 好 那 這個 就是 啊 事實上 就是 閱讀這個事情 當然可以用傳統化來做 但是你也可以用很多的 功訊 那很多人想到就是說 那我把他翻譯 假如我看不懂 我把他翻譯 但是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好的 approach 就是你一翻譯的時候 你就離開你的英文 你就一直在看中文 然後就看整個句子 OK 但是我覺得比較好是 你一直在看英文 那中文的只是一下下可以 然後最好不要離開那個 Walking Area 你還在那個地方 那這個概念我們叫 In Page Search 就是你在那頁頁 去做你想要找的這個 reference information OK 那在同一頁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這個系統知道 你現在在查這個字的前面 和後面是什麼 所以In Page Search 或者我們叫做Lingo In Page Search List的好處就是說 它可以用context來Disunibual 來看看這個字上下是什麼 那這個包括Level的決定 像每一個字它有好幾個意思 那它可能Level都不太一樣 不過這個裡面還有很多問題 這個我就不這麼說 所以上面是Translate 那下面呢 其實是Interpreate 上面其實是Dictionary Lookout 那Dictionary Lookout 那Dictionary Lookout 當然有更多其他問題 就是 上面還是Translate Sorry 上面是Translate 那另外一個當然是Dictionary Lookout Dictionary Lookout 就是看太多 因為一個字很多意思 因為一個字很多意思 越簡單的字意思越多等等 好 下面 好 那這個其實我已經做了 剛剛已經做完了 就是說 你可以去看理會時報的 或者整版 那當然大家現在沒有那麼多時間 那你也可以看一則新聞 你在網路上 你能看到我們一則新聞 或者別人介紹 然後你就可以去看 我很喜歡的一個文章是 就是36號 在台北 2008年 然後我看到這個 後來我想 這個是 紐約18 一個非常好的 功能 所以我去夏威夷的時候 我會來一個 36號 在Lawai 那就很多的資訊 你讀一下 可以去 那這個36號 在台北 我學到一個單字 Verdant Verdant Hill 所以我們是 台北 是 Surrounded by Verdant Hill Not Green Hill 所以 市民倫斯報 它的 用的 智慧 level 會比較高一點 那我們就是要這樣 才會 B1 B2 C1 C2 這次有點錯 這個其實是今天的newsletter 下面那個是今天的newsletter 那你可以看的東西太多了 VoA 但很多都是免費的 那其實它假如有landing page 或者幫你blog 或怎麼樣 你就看別的就好了 就是有趣的 適合你程度的內容太多了 只要你去做 你都可以去做 你都可以找到 然後呢 就用這個mingle green 來幫助你測度一些困難 所以是有點像是音價這樣子 就是你能力還沒有到那邊 你學習有一些困難 你就用一個音價的方式 這個都是我講過的內容 Verdant 你在這邊看到的話 你就可以學習了 這樣 這是看中文的時候也是可以的 這是剛查查這個中文 然後呢 就可以查 好 這個查的部分呢 不是查葉查 是查這個單字的部分呢 這裡是簡單的用那個 國藝詞典 但是我們心目中比較好的是 還是回到劍橋詞典 但是把劍橋詞典 把它inference 最重要的是因漢詞典 那我們現在是有一個方法 把它反過來 這樣 我舉了一個例子 是那個 泥土的泥 那從這段時間反向的話 我們就可以得到 當然我們會得到dirt 然後呢 但是我們也會得到mashed potato 然後我們會得到 然後我們會得到 不知道這個話我們發音對不對 pure 就是一些水果裡把它打成濃狀 pure 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對外國人學華語的話 是比較好的 就是可以看到 可以用到一個漢音詞典 那為什麼不直接用漢音詞典 現在沒有一個好的漢音詞典 我覺得 這是我的天井 就是台灣跟中國 都沒有好的詞典學家 所以沒有好的漢音詞典 現在漢音詞典大家正在 那就是漢音詞典 漢音詞典已經夠久了 然後什麼時候有更新過 沒有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一個出入 就是把好的漢音詞典 把它反向 然後我們會得到 英文的部分是authentic 英文本來就是 不是漢音詞典的英文 OK 在這邊對漢音詞典 OK 好 那未來 我們這是正在做 就是說 就從上下我們去猜測一個字的意思 我們現在正在做一個就是 透過主題來理解詞典 我們覺得是比較好 但是今天我們不會再講太多 By the time we reach the opposite's bank 那是變得 看起來不太像是雲堂 好 因為它有這個direction Motion 所以它比較是一個地理的一個主題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它的主題是什麼 他們不會把它當作銀行 這個是 我們有一個碩士文明在四月有時候做好 但是目前我們還沒有把它 完全變成產品的一部分 這是當然的電話 它的系統叫做top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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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endium suit topic 那未來呢 我們有這一個 剛剛有講到反差字典 你也可以到matched dirt pure 然後有學術的 就是說假設 我們現在是一個general的 reader 就是說 任何人都可以 我們希望能夠多一點這個 學術英文的 我們可以highlight關鍵字 我們highlight這個 common praises 我們在講理由的時候 常常說 哦 這個地方 他的主題是 這個原理是什麼 對 那這個當然是 你有寫作裡面的一些趣味 然後叫monicor 他會是 apt and well-earned 就是 人家稱他為什麼 他其實去 不是讓得虛擬 well-earned 不是讓得虛擬 然後當然 has possibility 另外在我們研究中間 我們發現一個字 就是touch touch touch away 就是在語尾裡面 很起來講說 這是隱藏其的店 然後這一家有趣的店 就在 藏在這個老街的一個巷肉裡面 這個就是travel writing 很喜歡玩的遊戲 讓他的寫作變得有趣 那當然他需要講 你去哪裡的話 然後重點是哪裡的 機電關門 什麼什麼 那這個就是 旅遊寫作裡面的重點 然後我們希望 透過電腦 我們可以發現這些 重要的feature 在Reading的時候 我們把它拍完 然後在寫作的時候 我們協助大家來寫 這個ES key